欢迎大家收看《骗子警报》 今天在我身边有Madame Wang 跟我们谈谈网上购物的骗案 这两年由于疫情关系 大家可能多了在网上购物 怎样才可以避过这些骗徒的陷阱 Theresa你说得对 其实不单近两年的疫情 因为时代不同了 其实近几年很多市民 也会习惯在网上进行购物 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网上购物骗案 是今年到一至三个月 排第一位的骗案种类 第一位吗 是的 其实网上购物骗案 在今年一至三月 已经有1876宗 涉及金额超过1600万 为何会在这里想带出网上购物骗案 其实我们在第一集也有说 今年到一至三月 已经有超过120名的保险重业员 是中了这个诈骗案的 其实当中有40名 是中了这个网上购物骗案的 是吗 比重的比例也不少 是的 其实网上购物骗案 就很简单的 其中一种 就是你付钱收不到货 这就是最常见的网上购物骗案 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讲解一下 第二种的骗案方式 就是骗徒会假扮买家的骗案方式 刚刚调传 对了 就是代表你出货收不到钱 这个是如何运作的呢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受害人就会在网上去拍卖 可能是一些Facebook IG这些购物平台 去拍卖一些商品 当一些骗徒去接触他们 就说我对你的货品有兴趣的时候 骗徒就会去提供一些 虚假银行的付款收据 可能骗徒就会提供 不如我们用支票去交易 这个时候受害人就会觉得 其实支票在香港来说 都是一个很可信用 或者一个合法的交易方式 就会去同意 好啊 我们用支票交易了 当这个时候 骗徒就会说 我已经将支票 传入了你的银行户口了 你看看见不见到 受害人就会立刻 我们现在都用e-banking 就开个e-banking 就看真的有把支票进来 就说我发货给你 有时其实可能他们都很聪明 就说要用面交的方式 约出来去交收 这个时候其实同样地 受害人都会打开e-banking 都会看到有个支票传入 就觉得很可信 就立刻手交手交货品给骗徒 但其实很多时候 骗徒是传入了一些空投支票 哦 是啊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下萤幕 我们要留意一下 就是银行上显示的 可用结余和户口结余 是的 其实要看分别 可用结余不等于 真是入到钱 入到票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骗徒就会以一些 入票评证去做一些转账通知书 制造一些假的付款假账 哦 所以其实我们去进行交易的时候 真的要留意一下 究竟是可用结余 还是户口结余 是 真的不说不知了 是的 所以其实都是那句 我想现在网上购物 真的可能避免不了的 有些防骗建议的 就是尽量去要透过一些官方销售渠道 去购买一些商品 好像刚才所说 付款前 亦都要去做一些背景询 上一些有信誉的网上购物平台 去进行交易 如果有些什么怀疑 就立刻要终止这个交易 就不要受骗了 亦都有一段小短片 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字幕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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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 听我说你们西方有一个节日 叫圣诞节 骑品带划 这个节日大家会送很多礼物 菩天重庆 好开心啊 当真 我也想参与一下 你帮我买些礼物送给我国的子密 最近是不是時興什麼遊戲機啊? 齊斌大罕是叫PS5遊戲機啊 好,朕就派你去買那部遊戲機送給我的指紋 是大罕? 那你退閒吧 要買這麼多PS5怎麼搞好呢? 啊,有辦法,上網買吧 要多少有多少,可能還有得便宜一點 搞點曬等收貨 三日後,喵 喵 菠蘿,朕叫你辦的事,你辦好了嗎? 齊斌大汗 我經網上商店賣一批PS5遊戲機 他說付了錢,很快就會送到皇宮 但不知為什麼,摸了縱影 我上網找過他,但已經聯絡不到了 豈有此理,你是不是欺騙朕? OH MY GOD 冤枉啊,大汗 好好好 嘩,這個阿伯什麼事啊? 啟稟大汗,我不是阿伯 我叫聖誕老人 聖誕節一定有我出現 大汗,我有話要啟就 這個是網上購物騙案來的 波羅已經是被人騙了 好了,我在這裡提提大家 網上購物要小心選擇買家 可以先查詢買家的背景和口碑 可以的話,盡量買家當面交收 驗清楚貨才付錢 還有,要保管好交易紀錄 如有懷疑,請即打防便宜諮詢熱線18222查詢 看完短片也是 最後再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要在網上購物 就要光顧有信譽良好的賣家 盡量去當面交收 就不要那麼容易 還墮入購物騙案 今天非常多謝Madame Wang 跟我們講了很多網上購物騙案的案例 希望大家看完今集節目 我們上網買東西的時候 要記得小心留意 今天就到這裡 記得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